在使用过程中更加的安全 韩君寅不断地思考如何提高制动性能 作为总副测诚 韩君寅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结合多年经验制定住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 交由总工程师来进行技术公关 面对所有可能潜在的技术难题 团队上下齐心做了大量的数据探讨工作 在经过速度模拟工作后 韩君寅决定采用双制动的斑法 即在原有电机制动的基础上加上卷筒紧急制动 当电机制动失灵时 卷筒紧急制动能可靠的支持额定载荷 将制动器的制动安全性数达到1.5倍以上 车间离即加工装备工作正在按班进行 贾务锡要从结构上着手来实现双制动的技术要求 这个电动活动是我们公司 根据这个国家的标准要求 用火的需求 新鲜的那种雕龙的那种雕龙 或者雕云平米 设备的那种新鲜电动活动 它的主要原理是这个增加到第二次动器 特殊定制的电动葫芦在全体的努力之下被制造出来 但性能是否能满足原件工程的使用标准 还需要进行静载1.25倍 动载1.10倍 额定负荷超载实验 保证电动葫芦无损坏 无永久变形 在记录清楚设备的所有数据后 再进行更为严苛的优化 最大程度的让电动葫芦的起升电机 与减速机的磨合达到最佳效果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检测工作即将接近为生 最终的数据将告知大家是否成功 这次的结果终不复人 虽说成功之难如升天 但面对贵难迎面而上的胆破 是深入骨髓的傲气 刷漆也有着严苛的标准 要让设备达到耐风化 防烟雾的结果 需要用优质的油漆 喷完处理后 至少要刷两道代锈 还养复芯底漆 每道漆膜厚度不大于35微米 底漆 中间漆和面漆的总厚度 不少于170微米 飞马起重再一次功课了难题 从1995年至今 飞马制造的特种起重设备 已服务东向国外重点项目 如今的飞马起重 依然肩负着起重阶线领域的 设备制造与技术功课 韩军艺民作为飞马起重的领军人物 还像往常一样 巡视在生产线的各个环节 生产线上的工人们 还在为起重事业 也以近日的奋斗向前 正是这些投身阴线的工作者们 用勤劳的双手 打造出一件件 象征中国力量的坚实臂膀 而披星大约 攻坚技术难题的智者 更是赋予了B等机械 开山铺土的热血灵魂 我们放眼世界 终有飞马奔腾 在祖国的发展之路上 中国的企业精神和事迹 都在诠释着 工匠二字的含义 他们奉献于国家建设 他们冲在国际援助的一线岗位 他们用勤劳和智慧构建了 今天的美好生活 我们为飞马起重 这样的团队和企业 感到骄傲和自豪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再见